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2月27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和大家聊一下纯财经的话题啊 一个就是人民币又在快速的贬值 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中国的货币啊 继续是天亮的放水啊 不管是从去年到今年 这个放水的速度啊 是越来越快 这意味着货币的贬值可能会越来越快 而且对我们财富的洗劫也是越来越快 今天主要聊一下这几个话题 大家都在反对高房价 或者享受炒房的快乐 但是呢 却没有人反对央行滥发货币 国家其实是有责任保持货币的稳定的啊 但是啊 人民币现在基本上是被放弃了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中国的央行放水啊 基本上是肆无忌惮啊 我们知道之前人民币反弹呢 已经反弹到了6.7左右 但是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呢 基本上海外人民币已经跌到了6.97左右 我觉得破7也是马上指日可待 基本上很快就会到了 所以再破7的话 我觉得人民币再回到7以下可能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想换币的话 那么看最近有没有短期的回彩 回彩的话可以换一点美元 这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美元了 那么后面再要换 基本上都在7以上了 所以大家看看人民币这一波贬值的趋势啊 到底是反映了什么情况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中国的经济不行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的出口问题非常之大 那么出口的顺差少了 对不对 赚的外汇少了 那么人民币贬值就会加速 或者说中国顺差的预期收债了 大家看看中国到美国的货运呢 基本上跌到以前价格的10%啊 就是海运的价格啊 跌到以前10% 非常惨淡 中国的很多出口大港都是在全球排名前20名的大港 像上海 舟山 宁波 然后呢 还有像广州 像深圳 还有青岛 都是一些很大的港口啊 现在很多集装箱啊 都空箱子对了很远啊 说明中国的出口啊 基本上已经歇菜了 这个反应在人民币汇率上 就是人民币啊 继续的大跌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中国的放水太快了啊 从去年 去年放在28万亿 今年呢 又是马不停止 从1月到2月份呢 动不动 就是大几千亿的放水 上万亿的放水 那么这样下去 楼市不一定就得了 但是人民币肯定是完蛋的啊 就是就我这种判断来看 就知道人民币 为什么会贬值这么快了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四个国家的GDP啊 是超过了4万亿美元 一个是美国 再一个是中国 日本和德国 就是这四个国家 我们过去一年额外的新印出来的人民币啊 到底有多少了 可以说竟然抵得过德国的GDP总量 就是4万亿美元了 大概就是28万亿人民币 这是去年啊 多印的货币 2023年春节刚过啊 没几天 中国人民银行呢 就公布了最新的人民币 广义货币M2的发行量 那么是多少了 就是266.43万亿元 这个数字 相比2021年底的238.29万亿元了 足足增加了28万亿元了 28万亿 按照当前的汇率 折算成美元的话 大约就是4.2万亿美元 那么考虑到疫情三年来 经济下滑的大背景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以M2相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财富比例来衡量 过去一年 以持有人民币的现金 实际上就是贬值了12% 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啊 1993年的时候 人民币M2的发行量还只有3.5万亿元 短短30年的时间呢 已经变成了266.4万亿元 足足增加了75倍多呀 那么算下来 平均每年的增速都高达15.55% 所以12%已经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低的贬值幅度了 所以有朋友很乐观 说前两次的贬值啊 本值不是财富的缩水 是因为短时期啊 制造业连续突破平台 导致货币量不足 是一种良性的增发 那么这一轮就不好说了 就业力比较低 制造业和供应链都在大幅度的转移出海外 这个朋友认为啊 不管怎么说 没有直接影响到民生就很厉害 但是事实上啊 增发货币的初衷就是为了提振经济 特别是消费 但是事与愿违啊 根据企业查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去年的12月31日 2022年共有51.9万家参业的相关企业 注销吊销 疫情三年以来啊 全国共计有超过170万家餐饮企业倒闭 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 那么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只能说啊 那位朋友确实是太乐观 其实呢 22年这个数据啊 已经是最近六年来最高位了 更遗憾的是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2年高达28万亿元的货币增发 却没有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啊 无论是官方的GDP的增速是3%或者是民意GDP的增速 5.8%反而是双双创下了除了2020年之外的几十年的一个新低啊 1993年的时候 人民币M2的发现量还只有3.5万亿元了 可以说短短30年的时间内已经变成为266.4万亿元 足足增加了75倍还多 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增加75倍 但是你M2印钞量已经增加了75倍 那么这就是不对等的 那么这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劳动者没有得到这么多 对不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表格啊 2022年人民币的贷款新增加了多少呢 增加了21.3万亿 其中呢 居民部门啊 也就是老百姓 从金融系统中啊 得到的新增贷款的总量只有3.83万亿元 就是说新增加了21.3万亿 但是老百姓只贷款到了3.8万亿 那么其他的18万亿左右到哪里去了 而剩下的可以说18万亿左右的贷款了 都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带走 简单来说了 就是新增加了28万亿元的货币 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贷款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贷款呢 绝大部分呢 都是与政府有关的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得到了 然后呢 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循环 货币创造 转换成了个人企业以及政府的财政存款 进入了MR的统计表中 绝大多数普通人和中小企业都没有从这新印的28万亿元中啊 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是那些原本就与有钱的大型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有关的人和企业 他们得到了绝大部分钱 一旦货币增发呀 可以说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那么收入却没有怎么增加 那么通货膨胀自然就来了 大家不觉得国内物价现在是越来越高吗 那么也许是电视剧啊 人民的名义给了大家启发 有朋友老栋大开的表示 如果28万亿啊 全部阳光普照 通账啊 就不敢看了 有时看到贪官密室里面藏了巨额的现金呢 可能大家还要感谢这些贪官呢 让这些钱没有流入市场 如果流入市场 这个通账啊 那更是不得了 现实中呢 富人不差钱 抛开把小目标定为一个亿的王健林呢 打开证券软件F10 企业高贯的年薪是动辄百万以上 那么这些人 就算增加个20%的收入 对于日常消费饱和的人来说 那么这增加的20%啊 反而是助推了M2的增长 如今高负债的中低层人民 反而是消费的主力军 所以目前的消费不振 其实就很好理解 看看以下对比啊 我们看一下一个年入10万元的普通人 他如果额外得到了2万块钱 因为他本身呢 有相当一部分日常的消费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呢 他有很大的可能呢 会选择额外去花掉这2万元钱 那么这也意味着啊 整个社会的经济流动会增加五分之一 这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的啊 他们增加2万块钱会是什么效果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年入1000万元的富人啊 基本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 即使额外得到了200万 要么他不会花这个钱 要么呢 只是做一些理财投资 或者是买一点奢侈品 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啊 可能只增加五十分之一 甚至更低 信用货币的发行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一个工具 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的分配中啊 中国的经济成果分配 可以说一直都特别偏向于企业或者是政府 那么贷款数据分配就是一个反应啊 绝大部分贷款都带到了企业和政府里面去了 而对于劳动者却非常不友好 因为贷款的增量基本上只有20%左右 进到老百姓的这里啊 所以国家大幅度的印钞 老百姓是没有得到好处的 反而是承担了这种通货膨胀的后果 而对于劳动者可以说就是非常不友好 在中国这种分配 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 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占比 却连世界平均水平呢都达不到 因为很多不发达国家 劳动者在经济成果分配中的比例啊 占比都是比较低 但是中国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啊 可以说工资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更低 远远低于像德国 法国美国韩国英国日本等的一些国家 所以看来拉动消费的基础之一啊 其实就是要涨老百姓的工资 中国现在总是叫啊 消费不振 要刺激消费 那么刺激消费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老百姓涨工资 或者给老百姓发钱 像美国一样 你不要说通过银行的贷款贷出去 但是这些贷款呢 很多都流到了一些国企 或者事业单位 或者是政府相关的人的手上去了啊 真正的老百姓他是没有增加收入的 那么这样他的消费永远是刺激不起来的 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啊 你就算央行印再多的税 但是如果你不直接直升机撒钱 撒到普通老百姓的账户上去 撒到普通的家里去 撒到大家的工资上涨上去 那么基本上是百印潮了啊 那么这样货币超发的后果呀 既刺激不了资产的价格的上涨 也无法刺激消费 因为老百姓得不到钱 对不对 所以资产的价格他不会上涨 然后呢 消费也提振不起来 可以说唯一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让钱在这些金融系统里面继续的空转 然后制造更高的通胀 基本上这才是他们印钞的唯一的后果 虽然我说拉动消费的基础之一 就是涨工资而不是加大投资 只有老百姓呢 荷包里面有钱呢 有了安全感 才会拿出富裕的钱 确实说呀 不单单是涨工资 还要稳定汇率呀 特别是通货膨胀 老百姓他才会有安全感 那现在中国的汇率啊 可以说人民币啊 也是跌得非常厉害 下跌的速度啊 非常之快 那么这个和中国肆无忌惮的印钞 和外贸的衰退啊 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 消费行为可以说 本质上是一种需求的行为 而需求行为呢 又是在收入约束之下做出来的 未来消费市场的扩容体制 它不仅要靠供给端的改革和优化 更要靠需求端的消费能力的释放和增强 而释放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呢 就在于提高大家的收入 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 特别是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央行放出来的水啊 更要灌到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面去 那么这样未来的经济和消费可能才会有些起色 否则的话继续这样大水漫灌的后果啊 就会无端推高资产价格 让货币贬值的速度更快 然后加剧中国的恶性通胀 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 然后社会更加动荡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没有 但是可能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 没有其他的折中的方案了 只能一条路继续走到黑啊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十年啊 中国的教育业 芯片行业 金融业 还有中兴华为阿里 等等一些像样的企业 貌似基本上都废掉了 然后大量的外资被吓跑 大量的民营企业被搞垮倒闭 外汇一洒光差不多了 股市越跌越惨 货币也是严重的贬值 国库越来越空虚 地方数十万亿的地方债问题啊 可以说随时就爆雷死给你看 民心乱关心已散啊 很多公务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 然后土地啊被卖光 政府的信用啊 也破产 银行倒闭在即 失业非常严重 然后养老金 医保金基本上都是亏空 都是官逼民反 大家想想 这一切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结果 昨天啊 老战狼王毅在国际上被揭露出一个丑闻啊 中共中央外设委员会的主任呢 王毅问欧盟外交负责人 何塞普博塞尔他说如果欧盟自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为什么中国不应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博塞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了这一个消息 然后把视频呢 发在了欧盟外交部门的网站上面 那么王毅可以说他的老脸呢 在全球就丢光了啊 而且整个中共啊 他的邪恶和他的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可以说不管是国际法还是国际道义上 我们都应该是支持被侵略的一方 反对侵略者 这才是正义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外交的负责人呢 堂堂一个大国外交的负责人 你居然问出这么愚蠢的话 说为什么北约欧盟支持乌克兰 中国不可以支持俄罗斯 我们知道俄罗斯是入侵者 对不对 你是侵略的一方 那么国际上同情支持乌克兰是正确的 是符合国际法 符合国际道义的 而你支持侵略者 你觉得你符合国际道义吗 那么别人反问你一句 当年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 你美国为什么要支持中国 有没有人说你美国支持中国 我就不能支持日本吗 像这样说你中国怎么想 其实基本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对不对 你到底是站在侵略者的一方 还是站在被侵略者的一方 那么别人支持乌克兰 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是正确的 但是你支持俄罗斯 向他提供资金武器 你就是不对 你就是公元在挑战国际法 挑战国际秩序 就是在和正义和文明为敌 那么你作为一个外交的负责人 说出这样愚蠢的话 你是铁来心把中国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 一起给他陪葬的 那么这也是一条道走在黑的表现 你经济上要争西方的钱 你科技上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你投资上要引进西方的资金 但是你政治上你坚决的反对西方 你军事上要准备和西方打大仗 可以说想法是很美啊 但是落实很困难 你既想要又要 很多时候是难两全取美的 那么最后就是鸡飞蛋打 一条道走到黑的结果 就是你走进自己的坟墓里面去 中共最终是陪俄罗斯殉葬 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在和整个美国西方为敌之后 那么最终是全球和你彻底脱钩 然后你就关起门来自己大肆的印刷钞票 最终你这个印钞机就将你这个政权送进坟墓里面去 那么这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归宿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注财经冷眼先生频道的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是专注加拿大移民的律所 一直以来都为客户提供专业移民加拿大的服务 多年来已经帮助众多的家庭实现了移居加拿大的梦想 随着加拿大移民门槛的提高 有些没有雅思年龄大的客户都受到了阻力 因此我们律所依托全球律师联盟的优势 为大家争选了几个加拿大以外的移民项目 第一个马尔他永居政府专款项目 先使批后投资总费用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无雅思无学历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一家四代整个周期9到12个月 全家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第二个爱尔兰永居政府捐款项目 总捐款40万欧元 无雅思无学历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整个周期6到9个月全家拿到绿卡 第三个瓦努阿图护照 英联邦国家一步到位拿到护照 总花费约90万人民币 全球避税天堂护照可变迁英国爱尔兰俄罗斯等国 办理周期仅需两个月 还有更多优质安全的移民项目 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专业的移民顾问联系咨询